回顾过去一年,新冠肺炎疫情四处蔓延,世界经济复苏曲折,和平与安全问题更加突出。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,我们始终秉持开放、包容、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,加强团结协作,携手攻坚克难。 金砖机制展现了韧性和活力,金砖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果。 本次会晤正值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关键节点。 金砖国家作为重要的新性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,要勇于担当、勇于作为,为世界注入积极、稳定、建设性力量。 对不起,自己注入积极、稳定、建设性力量。 感谢观看